你确定你老公是你的吗 你确定是你老公吗 姐妹们啊 下面容校长就跟你说几句 现实而又扎心的话 听懂了这个视频啊 你一辈子都不会再有烦恼 拥有者都是笨蛋 实用者才是高手 咱们人来到这个世上啊 其实就是一个游戏人生的过程而已 千万不要把人生说成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其实人世间的一切 都是你临时拥有的 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你的老公 甚至包括你的衣食住行 也不要想太多 更不要太入戏 很多女人说 这是我丈夫 谁是谁丈夫啊 所谓的丈夫 就是一丈之内是你的丈夫 一丈之外 他就不是你的丈夫了 说白了都是黎世公 人生就那么几十年 也就是借你玩玩而已 玩明白了 用好了 那就都是你的 玩不明白 用不好 那以后就是别人的 我告诉你啊 搞不好 目前现在都是别人在通用啊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上到父母 下到儿女 中间到伴侣 没有一个人 没有义务忠诚于你 也没有一个人 有义务陪你一辈子 更没有一个人为你服务医生 谁也不敢保证 谁和谁能待一辈子 谁也不敢保证 谁能爱你一辈子 这天底下 很多的东西都不是你的 二加一把你的家搞得支离破碎 一粒几毛 本来是他觉得把你家搞得稀碎 可他说啥呢 我本来就他妈什么都没有 我没家了 我还不把你家搞乱呢 我不好受 谁别想好受 你发现了没有 面对着乱麻一样的人生 好多事情你力不从心 无能为力 弄得你筋疲力尽 到最后结局 有的还是不如人意 所以说 于其烦恼不如是然啊 这个世界上的资源 本来就是世界的 根本不属于任何人 就看谁有本事 谁会玩 他就是谁的老公 如果累了 不想玩了 随手扔了他 记住 要潇洒的给我扔 智慧的给我扔 但是千万不要被他 牵动你的情绪 而痛苦一生 否则你就对不起 你这潇洒的一生了 知道吗 说的扎心点啊 人这辈子啊 就是在掠夺资源 人世间他啥都是假的 谁使用谁会用 谁才是高手 我说的明白 我姐妹们 有能力咱就临阵磨墙 没能力咱就养精蓄锐 永不退缩 一定要给我有具备 打仗的能力和底牌 方能百战百胜 人生啊 他就是一场戏 你演好了 你就能演到剧中 你演不好 你连三集你都过不去 别哭了 有啥用啊 别烦恼了 多提升提升自己 擦干眼泪 赶紧磨枪吧 没事 别老喝鸡汤 多刷刷我的视频 多来我直播间 听听我讲的内容 就没有你搞不定的内容 也没有你搞不定的男人 我是容校长 听完我这段话呀 想开了没有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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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